只要以前生活很困苦 有一个信念 孩子就是我们的财产 所以我现在的生活是 自己觉得是蛮开心的 只要自己开心自足就开心 只要你开心 什么都可以放下 邓金英 1955年在彭亨州 甘梦新春出世和长大 父母亲是新春巴沙小贩 一家大小十八口 过着贫穷献上的新春生活 但他从小有感 家和万事心的重要 穷也要过日子 要快快乐乐的生活 因为家贫 而无法升上中学的邓金英 当过割交工人 建筑工人 小贩 车衣女工等 23岁在关丹结婚成家 育有一男三女 夫妻党进军保险业 经济逐渐改善好转 虽然邓金英把童年交给了贫困 把少年交给了工作 婚后也把将自己的青春 给了家庭和孩子 如今儿女长大成家了 她不但没有闲下来 反而积极找回年少时的梦想 她依然投身到自己喜爱的 乒乓球运动 坚持练习 甚至参加勒林比赛 除了乒乓 时已超过60岁的邓金英 也报名参加潜水课程 最终因转换呼吸不顺 无法过关 但邓金英不屈不挠 希望改学滑浪和跳伞 期待疫情过后成事 坚持让自己活到老 学到老 新冠疫情期间 她不仅每天早上打太极 气功十八事 注重饮食 起居及个人的卫生和健康 也开始学习手机或电脑的新知识 协助而持发展安清班事业 长期如素的邓金英 疫情期间的每个周六 也召集当地志同道合者 合伙煮素餐 派饭和到老人院或孤儿院 中秋佳节时 还派送素月饼给贫老孤苦者 退而不休的邓金英 重新踏上了征途 当义工 当安清班教师 结伴旅行 参加室内户外的运动 让乐林生活更行多姿多彩 感恩谢谢主办单位 付货老人的热林精神奖 感恩谢谢我的妈妈 谢谢我的孩子家人 谢谢我的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从小就很喜欢学东西 但是小时家境不好 要颁护家境之余 身体也多冰痛 所以要等到额里长大了 有自己的时间 钱够用了 才开始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开始学打乒乓时 就感觉自己的体力和明显都不够好 所以会坚持每一天运动 还有练手的灵活度 身体新陈代谢偏慢了 所以一直运动来维持身体机能 其实自己也没觉得遇上什么困难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 学习接受 学习放下 想办法去解决 因为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就会做得很开心 打并当是一样 做交易也是一样 最重要是自己的心境 到了我这个年龄 其实最重要是保持心境年轻 不依赖别人 心就会自由 直理长大了 我们都应该要有自己的生活 不要悲 结束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活到老 学到老 活在 当下 乐龄 就应该是快乐的年龄 以前 生活 做苦 不要对未来有希望 坚持 就会有回报 我很开心 我可以得到这个容易 希望与我个人小小的成就 可以影响周围跟我一样的同龄人 去追求自己的生活 谢谢 祝大家健康快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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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